欢迎两位 你要来的 我要来的 为什么 觉得生活在家里太压抑了 没得一点地位 你有什么好压抑的 家里面什么大小事都是我在承担 我还委屈呢 大小事他在承担 我给你们总结了一些事 因为结婚十几年对不对 咱要都说开了 那时间就海了去了 我一件一件的事问 好不好 好了 说你们家买房子 当然欠着外债 你不同意他一定要做 是吧 后来这房子买了吗 买了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坚决反对的情况下 他个人去买的 我们现在小孩也还小 需要用钱 而且我们在那边做那个生意 刚开始在那边做生意嘛 请去帮助我们 借了一点钱给我们做这个生意 欠了他们的钱还没完 这种情况绝对不能买这个房子 我是为了小孩以后生活条件好一些嘛 现在小孩还小吧 切了外债可以慢慢还呀是吧 你觉得委屈是吧 我觉得委屈 我说的话做的事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去年我还没开出租车之前 他跟他有个表哥聊天 他说我正在跑一个业务 需要两个人结合 一天能够赚过一千八块钱嘛 哇 他听到就觉得好像 那好啊 那你就带我老公去做也行啊 马上打电话 他说我给你找了一个好事了 你马上回来 我说那我这边这个事情没完成 要十多天啊 他说那不行了 人家在家里等你了 后面我回来就是 我问了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做那个业务 需要一台车子 没办法又买了一个新车 买了个新车 我们在外面跑了一个来飞啊 给他大概半个月 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啊 一天能赚好多钱啊 后面这个事啊 也没去跑了 现在那个车子啊 耽误在家里面 现在买也要亏几万块钱了 你还说那个车子 别人买个车子 一天都能够赚好几百块钱 你什么事都是三天打鱼 两天算吧 你什么事都不做 我想到你半年了 在家里没什么事 给你找个事 我也不愿意去买个车啊 我想给你找点事 等于这生意又完蛋了 生意又完蛋了 车现在趴在家里了 车子也耽搁在家里面 卖也现在要亏几万块钱 你是觉得你 他强势 他是觉得你懒惰 是这意思吧 对 他做什么事都是 三天打鱼 两天算完 从来没有个什么 长期稳定的工作做过 他说说三天打鱼 你还能算完 我做的事情就是不固定 这里有事做 我到这里做了 明天那里做 就那里做了 或者后天没事做 那我就在家里吧 但是我每个月的工资 比上班就是 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就是三五千块钱 也就是说上班一样 三五千块钱 您这个上面是服装店店主 是吧 你卖衣服一个月能卖多少 一年大概十多万吧 说你还想学开公交车呀 学公交车 以前我们有两三个店吧 现在生意不好做 只有一个店了 切的这样越来越多 我就想把那个驾照生一下 可以开公交车 有个三五千块钱一个月 添补一下家用 然后还有个五血 上个班呀 也只有半天 我生意照样可以做吧 他这个开公交车 这个事情呢 他就是觉得好玩 好奇 而且他开这个公交车呢 要掀起 要投资一万多块钱 做什么事不要投资的 我们没读书的 没违话 你做什么 税三四千块钱 要两年以后 才能够做这个工作 两年以后 你知道是什么事情 去学了吗 我现在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他也每天跟我吵架嘛 好吧 我再问其他的了 你们两个谁管家呀 我管家 他这家管得好吗 不行 不行 太不行了 太不行了 那你咋不管呢 他 我为了尊重他嘛 就是在我们那边 就是有女方当家的这个 习惯 习惯 他当家好多的方面 真的是 你像他在街上 看到什么东西 那个衣服啊 裤子 鞋子啊 看到什么就想买 贵子里面 都是一年难得穿 两三天的 那你也不想一下 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 也就是两个生意 现在条件稍微好一点了 我作为一个老板娘 我肯定要去他 体面一点出去吧 我不买点衣服 你觉得你管家管得咋样 还可以 还可以 他说他管钱行 什么东西 他要点贵的买 便宜他看都不看 那一次他买了一个 什么衣服 那个衣服的上面 是毛领的 下面是单的 去太阳的时候 毛领就全起热 如果冷的时候 下面是单的 又冷 一年就是挂在柜子里面 一年难得全上几天 发上几千块钱 那年年有 他就是经常说 他赚了的钱 他爱怎么发就怎么发 但是这个东西 你要以家庭为主 是吧 好多的方面 他都是那么强势 看不出来他强势 他做的事强势 你怕他吗 尊重他吧 尊重他 你什么事说的不对 难道还是我听你的吧 我做什么事 他都认为不对 就像去年新明节吧 我就说 他说那你在这里带小孩 在这里 我就一个人回家 那你都给点钱啊 那我给你来飞车费就行了嘛 我回去好不容易回去 他一年回去一次 一个亲戚朋友在一起 打点小牌呀 吃点饭呀 都需要钱 他就给来飞车费 然后我说 那不行 他说不行 不行就不要回去了嘛 你这样说 特别回去 我又像我那个 小朋友 又借了点钱 你不知道家里什么条件呀 给车费 给烟钱就够了呗 我等一下你拿多了钱 我知道你回去干嘛去啊 等一下你跟别的女人 搞暗卫去了呢 不不不不 你怎么那么不信任他呀 我回去过个新年 他有过一次 这我肯定不会信任他吧 他怎么了 他有过一次 对呀 他每天14小时 都是跟别人打电话聊天 小孩有一点失了 找个人都找不到 那是好多年前以前的事情 跟他解释了无数偏次 我们绝对是没什么事 是正常的生意上的来往啊 我们心格比较活的来嘛 就是说 聊一些家庭上面的事情 他就跟我打一下电话 就是有一次 可能打了一过多小时 他刚好就找我嘛 那个电话担心 你还有一次 那个清单我都打出来了 还有一次 不不 多少年前的事 七八年前 他就紧究着这个事情不放 有什么事情 他都好像对你就不放心 啊 二个事之后 他什么事啊 好像就 就受他的监视啊 跟踪一样 还跟踪啊 你在哪里 跟朋友吃个饭啊 他要打电话 打好多的电话呀 什么的 听明白了 都在他掌控之中 啊 你去干嘛去 你去跟别人吃饭去 那个事情也就是说 就是说我跟他 有点深夜上的玩 行 听明白了 有时候我会跟他帮点忙 他就说 要请我吃个饭 听明白了 我就怕他多心 那这么多客户 就怎么就是他一个女的 跟你有这么多 今天有事 明天有事 大概是四小时都有事呢 这事咱们不说了 七八年前了啊 这个自从你发现 那起事件之后 后来他还算老是吧 后面还好一点点 但是后面我也不会 给多了钱给你 因为他没有好多钱吧 他怎么去 明白了 就是你拿住了他的钱 你认为他没了钱 那就坏不起来了 是吧 从那个事之后 他就是什么都怀疑你 即使我比那个人也没什么 是没什么 你后悔过 他只是多心 对对对 我再打个比喻给你听嘛 我是在跑出租车嘛 我再打个比喻给你 他在过前面 再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看应该怎么把这些结给解掉了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大哥 只有两招可以解决你的困局 一 不给我自由 我就跟你离婚 怎么样 我从来没考虑过 以前吵架的时候 他总是说离婚 你都从来没说过 这男人多好 离婚这条道走不通了 还有一条道 奋发图强 自力更生 他不是不给我钱吗 我正 每一对夫妻都有自己的生活模式 有的人就是男强女弱 你们家反过来 女的强势 对吧 所以你们俩之间的模式 就是你们俩性格决定的 你已经被管束七八年了 现在给你自由 你老婆不管你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你知道吗 你说不定又干出一些什么措施来 我看得真真的 你们俩这种模式应该继续 你呢 就踏踏实实 做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加倍努力的工作 享受被管的幸福就很好 你们俩肯定是分不开的 这是一个大前提 在大前提之下呢 女士 你得做出一些调整 首先第一 你心里是不信任她 两方面 一方面是在关系上 你怕她会有什么画画肠子 这不信任 另一方面在她的能力方面 不信任 而你呢 典型的 做得多想得少 听风就是雨 人一说什么 哎 好就做了 非但自己不过脑子呀 也不跟老公商量 因为你不信任 你觉得没用 所以你会累 你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为这个家里着想的 你心里的家里责任感 是非常强的 但是你基于你对她不信任 结果你也在前道跑得快 她呢 第一呢 能力是有限 第二一个呢 还真是爱你 挺踏实 结果呢 就被你拽着跑吧 自己很狼狈 现在呢 就是离外 她都没面 虽然你们在一定程度上 在这种关系已经形成了 但是一定得有一个度 在你这个大前提之下 你给她一些自由 给她一些尊严的话 她一定会加倍的爱 况且你身上有很多缺点 是她是可以给你弥补 就比如说 你不过脑子 很冲动 做事很冲动 花钱 你可能经济上 你做的也不太好 但她可以 我觉得她还是一个心思 可能还是蛮缜密的人 有些事情她会想的多 做的少 你们俩在这一方面 如果能多沟通 多聊一聊 你们俩综合一下 可能能做出点 有前途的事 这是你们俩性格上的互补 很好的互补 而这位大哥呀 我觉得你是挺压抑的 但是爱老 爱这个家 对吗 你甘心受压抑 但是在某些方面 的确是尊严上 受到了很大的挫生 所以给你的建议就是 多在自己的工作能力上 下下功夫 在工作方面 如果你能赢得了 你老婆的信任 就可以换来尊重 好吗 各自改自己的那点不足 两个人在一起 我觉得还挺好 互补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陆老师 在场上 你们至始至终 所有的对话 都没有那种 咬着后槽牙的那种 咒骂的感觉 好像还是彼此顾忌 对方的面子 好的婚姻 恰恰是有问题 有矛盾 却怎么也打不散 离不开 但是确实 男人需要面子 如果可以给 就给一点 你再怎么瞧不起 他不能挣钱 再怎么看不上他 在道德上不单纯 但你毕竟 还是要跟他在一起 那既然要在一起 就寻求解决方式 更何况 其实据你刚才 对于自己家庭的财产描述 说还欠着那么多外债 说明你只是这一两年 才开始好起来的 那么这一两年才好起来 不仅仅是因为 你撞上了好时机 又或者是自己 心情劳动的结果 我相信 你这个老十八交的丈夫 在背后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要不然的话 你也不可能 一年挣十多万 不要抓住他一次的问题 就对他咒骂 不要抓住他一次问题 就感觉自己了不起 其实把自己的丈夫 踩在脚底下 自己脸上 其实挺没面子 怕老婆不可怕 我也是怕老婆的 剧内似乎是 中国男人的一种优秀传统 古代连皇帝都剧内 你刚才那句话 说得很有境界 我不是怕的 我是尊重的 那就彼此尊重了 给他补一点 说点好听的 但是该有问题 该揪住吗 该揪住教育就教育 但是事过去了 还是和平共处 祝你们幸福 你还继续这样吗 你觉得对吗 对 不对啊 老师们说的对吧 心里有个坎没过去 还都是爱的 不爱也就不在乎了 你爱干嘛干嘛去 对吧 两个人也还都是想 把家里的日子过好 对不对 所以他才着急说 哎呀你不能这么干 你这个家伙你不懂 我必须这么干 对不对 怎么办呢 做事慢办拍 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以后在家里 就是在当着外人的时候 多给他的一些面子 家里的事 共同商量一下 好好地过吧 好吗 还压抑吗 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 你这样 你直接去 亲他一下 然后回来你就不压抑了 试一下 是啊 勇敢一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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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听听他们能说出什么话来 一起进入黄金 六十年 老婆 其实从第一天 跟你相见 的喜欢 到我们一次结婚 到现在 其实我一直爱着你的 就是在这个钱方面 我们一定要 量力还行 要发贷 有加持 我们一起努力 把这个生意做好 好吧 这样你努力赚钱 我到时候我也 改一改我的贫心吧 没了 哎呀 亮灯 不让你发火 你还真不会说话了 两位请回吧 来请关门 请关门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来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 别着急 我还有一句话要说 药保师 易北师 来吧 时间给你们吧 我们一起见证吧 老婆 这么多年其实 一直也辛苦你了 你这么的小孩 就是你一个人 把他带大 辛苦你了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